警车趁着红灯时逆向挡在车道前 两名远警下了车准备要包夹围捕嫌犯 白车驾驶却猛催油门冲了出来 直接往车头撞上去 这一撞所有人车都吓到 但他根本没停下来 直接绕开加速逃逸 不止机车骑士被波及 连一旁远警都差点被撞到 回到事发现场 七机车零件散落一地 警车车头多处刮痕 前轮轮胎整个被撞歪 几乎快要脱落 一旁远警也在现场疏导交通 事情就发生在二号下午两点半左右 远警在新竹台三线横山往凶林方向路上 执行勤务时 发现自小客车悬挂未照车牌流窜 嫌犯见到警方攔查 竟然冲撞警车意图右转 往丘陵方向逃逸 执行远警立即通报指挥中心 调派十二名警力拦截围捕 并利用口袋战术 最后成功在距离横山中峰路 与富林路口五百公尺处 将车上驾驶赖姓嫌犯 及乘客骨姓黄姓犯嫌 逮捕到案 并于车内查获瓦斯证报枪一把 K盘一指 全案一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妨害公务 行使卫照特种文书罪侦办 这回卫照车牌上路恐怕将面临三千六百元以上 一万零八百元以下罚缓 后续撞击远警 还波及一旁用路人 实在太嚣张 TB新闻 城市米杨琪 新竹采访报导